霍夫人 我表妹逃婚了 家里让我替她嫁给您儿子 您意下如何 这里是五百万 我要你 干嘛滚烂是吧 您放心 我这立刻消失了 不是 我要你嫁给我儿子 我怀疑啊 他那方面不行 嫁过来之后呀 请办法试试他 你到底行不行 什么 再给我生个孙子 啊 事成之后 我再讲你五百万 整个江城都知道 霍儿少是个花花公子 他肯定是纵欲过渡 导致那方面不行 中看不中用的男人 我还怕什么 反正也要提价 我滚转不赔 那如果我表妹后悔 想继续不行 我找人调查过你那个表面 他呀 就是一个上不得台面的 我没有嫌他配不上我儿子 他倒是敢先逃我后面 这种 不配嫁及货家 你儿子有那什么好东西 你到底愿不愿意啊 不愿意那这钱 答应 我答应 好 今晚你就赶紧货家 明天我就找人跟你办结婚证 我让我听到好消息明白吗 明白 好 那我走了 你慢走啊 老大好抽 喂妈儿子 我把你的婚事啊安排好了 是一个非常靠谱的姑娘 今天就是你们的洞房花竹 你晚上必须回家听见没有 妈 我不想见婚 你别闹 我不管 你要是不圆房 我就死给你看 好 我回去 那我就等你们的好消息 哈哈哈哈 哎 老大 有情况 结了个婚 啥 结婚 你怎么没通知兄弟们医生啊 刚刚 速度有够快啊 那不是说今天晚上就是你洞房花竹 夜 你这嫂子长什么样我还没见呢 这么好奇 嗯 不如你提口气的 哎 开玩笑呢 不过呀 你这一碰女人哪 就头晕眼啊 上吐下泄的朋友 也不知道嫂子能不能治好 哎哎 你干嘛呢 回血洞房 你 行 不备开了 霍家二少 榴莲花丛 好至千金 画上这个中看不中用的修花症 今晚我就好不好会了 少夫人 这时间仓促没有准备婚纱 您多担待 没关系的 哎哟 真漂亮 这一会儿二爷回来呀 肯定对你一见钟情 那您再稍等等 我先下去了 嗯 你先去忙吧 喂 晚宁 有事吗 你还在生我的气吗 我不能眼看着冉冉 嫁给霍二少那个花花公子 所以才带她逃婚的 秦泽 你知道你带她逃婚的后果是什么 能有什么后果 冉冉是你表妹 我这也是在替你保护她呀 从现在起 我们正是分手 秦泽 你就继续爱心泛滥的去保护夏冉冉 晚宁晚宁 少爷 她人呢 少夫人正在里面等你呢 快进去吧 胡老师 是你吗 我妈给你多少钱 什么钱不钱的 提早早了 咱们早点休息 嗯 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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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早点休息 早了 我不想知道你知识 也不想知道你长什么样子 你只不过是用来 传宗积带的工具 别太高看自己了 你 你竟然 不排斥这个女人 你以为我看得上你啊 要不是你妈妈给了我五百万 你以为我在这里陪你玩 中看无中用的秀花枕头 你嚣张了什么劲 哎 你竟然敢说我中考不中用 呃不然呢 难道要我夸你呢 啊啊花儿上好棒 花儿上好厉害呀 哈 像你这种疯女人 我不感兴趣 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 我对你这种疯女人不感兴趣 不行就是不行 死牙子嘴呀 少爷 你慢走 喂 怎么样 你听见动静了呀 忽然 哎 他们两个十分钟就结束了 这 什么 十分钟 这也太快了吧 这是真不行啊 你给少爷找几个男科医生 紧身点治疗 千万别被他发现了 好 我马上就去给二爷找医生 可是少夫人这边 嗯 他们夫妻怎么相处啊 以后再说 先给亭州治疗身体为主 是 多夜 记者拍到国家二少爷深夜密灰嫩魔 两女一男进入酒店 一夜为归 够买了 新婚夜不在家陪老子 这边处理群花了 找两个美女有什么 还不是这么看 不是 婉宁 今天要去护士给新来的员工 定制工作服 拜托你去量一下尺寸啦 好的 护士 不就是我那个便宜老公公司吗 也会嫩魔 还廖哥 你又闹出这种心 我觉得 我家的里面都被你给丢弃了 哎 二叔 知道错了吗 你 这又不是啥大事 你实在不行 你再让你那公关部出来了 行 撤了呗 你自己的乱摊子 你自己收拾干净 处理不干净 就别回活起来 二叔 哼 真实严家路窄啊 昨晚那么黑 他应该看不清楚我长什么样吧 一脸的纵欲过度香 难怪不些 宽肩窄腰 标准的模特身材 长得也不错 要是我老公有这身材啊 我做梦都能笑醒 你好 我是来给你们公司新员工量服装尺寸的 请问哪位小脸 这个是六十八楼 六十八楼怎么 出去 您也出去 知道了 你是听不懂这话吗 我让你出去 出去什么出去 是你们公司打电话 请我来给你们做工具处理 这个 请你配合我 你 打开 他碰我的时候 我竟然没觉得难受 哇 这手感 你就是这么个人量子猜的 不小心抱了一下而已啊 手臂打开 站好 穿衣显瘦 脱衣有肉 我得做多少好事 才能嫁给一个这样的老公啊 唉 宋婉娘 你清醒一点 你已经嫁人了 虽然你老公是个中算不中用的花花公子 但也不能胡思乱想 我是不是见过你 我竟然也不排斥这个女人 是巧合吗 你们男人都这么大事啊 我没动 我是不是远 喂 唐唐 晚宁 我弄错地址了 是十八楼 不是六十八楼 你快过来吧 好多人都等着两尺寸呢 我都忙不过来了 啊 我 我这就快去 嗯 不好意思啊 我 走错楼层了 你不凉了 裤子的尺寸还没凉呢 嗯 不了不了 我 这就做 啊 清醒你清醒你 你可是离婚人士 帅哥什么的都是服员 不过 这人到底是谁啊 好像我那个便宜老公很害怕吧 算了 先去工作 终于弄完了 好 晚宁 这件衣服要送去地豪会所 要先给你跑一趟了 好 交给我吧 嗯 你好 我是来给乔小姐送礼服的 是 霍总 我特意定制了一件礼服 我穿给你看看啊 小老大 不是说好一人带一个女帮来吗 你看看你 你怎么能把嫂子带来的 是呀老大 都结婚这么久了 也不知道这件嫂子 不就是带过你爸爸 你 你 快 我 就是你 别看了 老大 不是一碰病人 就会少吐一下蟹吗 你怎么这女人有什么特异功能呢 你帮我打 不是我赠我的 不好意思啊 我不会 不会不要紧 我们老大教你 嗯对对对 他的技术 那个谁 怎么一点也离掉都没有 过来跟我搭一扇拉链 哦 我马上来 我和你爸 还能不到别人来使唤 哦 没错 现在啊 只有他们伺候你的份 嗯 欣然 你自己弄好了再出来 有的人可真有能耐 一来就能够他上男人 少说两句 老大今天说了 今天 这位美女帮他打 输了 都算他 真的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我 我 亲一次 不好意思啊 我 亲一次 不好意思啊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哎 这一单的话 也就是一千万的合同 这几全下来 也就两个亿的合同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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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儿挺会败家的 嗯 我 应该可以走了 走吧 郭总 我帮你打吧 保证把你吃的钱全都引回来 哎 白哥 你回去飞走 我去休息 你们先玩吧 哎 那我给你们洗啊 我上楼帮你带房啊 两个亿 不会真的让我陪吧 不过 他也不知道我是谁 以后应该不会再见了 抱歉保佑 以后可别再让我碰见他了 把我卖的也赔不起两个亿 喂 后夫人 晚宁啊 医生说我儿子的毛病 需要被异性多刺激才行 我把他的地址给你 你现在就过去找他 现在 我把他手机号发给你 你找不到他就给他打电话 还有啊 我让人给你送过去一套衣服 你穿上 好好刺激他一下 他 你 啊 生自己 抱死 哈 这腿 这腰 老大男儿把食得住啊 这不得给他迷死 小美女 找人呢 你知道8628号房在哪 8628那不是我刚给老大开了房间吗 这姑娘还专门换着这儿衣服来找她 看来老大今晚有福了 知道 别走错了 在那边 我再去 走走走 在那 你 你去吧 老大 今天买着你这个铁树 最好和开花吧 你在里面吧 我叫宋婉宁 你应该知道我是谁吧 我知道你不是自愿的 我也不是自愿的 要不我们就先逢场作戏一下 先糊弄过眼前这一关 也好交差是不是 看来你挺忙的 那我就先不打扰了 这你今天玩的愉快 怎么是你啊 这不是客运的房间吗 这是我的房间 你难道我做错了 对不起对不起 我这就做 穿成这样 到我的房间 还要跟我同场作戏 我真的不错了 求你放手 你知不知道 穿成这样 闯入一顿的暗影间 会发生什么 我不是故意的 你叫算了是吧 有件事不好的 怎么就要试试 你 你别过来啊 我已经说过了 我不是故意的 你 你不能 你咬我 你 你混蛋 喂 化学生 你们去哪逍遥了 你是谁 我还能是谁 我是你老婆 你知不知道我刚才为了找你 差点呗 她在怎么 没怎么 我告诉你 活该你不行 活该你当中看不中用的修花枕头 诅咒你一辈子都软的 别说 喂 喂 这个疯女人又在发什么疯 备车 我要回去 见见我那个好老婆 你去哪 我送你 上你的车还不如走回去 刚才的事 我跟你道歉 我送你回家 算作不成 你穿成这样 在外面也不安全 要不是为了我那个杀千刀的老公 我才不会这样 连一个陌生人都知道关系 你嫁的到底是个什么玩意 上车吧 你去哪 您将公交站 我中到附近 我也中到附近 正好上路 开车吧 谢谢你 我先回去了 以后别让闯中男人碰见 如果换成其他男人 你根本别想确实 我祖宗你比我老公还虚 阿姨 您回来了 那个风女人回来了呢 您是说少夫人吗 他不是去找你了吗 怎么了 你们没有遇到 算了 我上去等他 我上去 二爷刚刚回来 他正前会去等你呢 回来的正好 我正找他呢 孩子 你老婆去找你了 你们见到面没有 一个风女人 有什么可见的 我要离婚 离婚 出什么事了 我好不容易给你 我走的媳妇 你怎么能说离就离呢 她有什么好的 这大街上随便一个女人 都比她强 我不同意离婚 你再相处一下嘛 这姑娘呀 身材好 性格好 人又努力上进 你有什么不满意的吗 你要是赶离婚 我就辞给你看 你下火也没有 这婚 非你 快点 干嘛 你叫你也是我仙女 万年 我还是要跟你离婚 你可千万别答应他 霍夫人 我恐怕 你要是敢离婚 就把五百万还给我 霍夫人 您放心 我一定不会跟霍二少离婚的 霍二少现在正在气头上 我要是现在进去 一定会被他抓去离婚的 还是走一上去 人呢 你给我回来 霍二少 有什么事 等你冷静下来再说 婉宁 你怎么来这么早啊 该不会昨天晚上没回去吧 我家可跟 就在公司讲究类型 这是什么 你昨天晚上不会穿大厨去浪了吧 也没有 从今以后 我宋婉宁发誓 再穿这种衣服 我就是狗 表姐 我回来了 你回家一趟吧 我有话对你说 伯父 我把然然安全带回来了 爸 我回来了 你这孩子 一生不想就走了 你知道我多担心吗 你也是的 要带然然走 最起码要告诉我一生吧 仍然把我当亲哥哥 我总不能眼睁睁看他嫁给霍二少 那个花花公子 毁了他一辈子 爸 你就别怪秦泽哥哥了 秦泽哥哥都是为了保护我才这么做的 当初我想逃婚 姐姐他死活不同意 要不是因为秦泽哥哥 我早就狼入虎口了 伯父 怎么 没见着婉宁啊 他呀 谁知道他去哪儿啊 真是一点当姐姐的样子 当初我在冉冉逃婚 婉宁还和我闹了脾气 他真是太不得了 怎么了 老大 刚刚有人横穿马路 被小心撞到了 下去看看 嗯 怎么样啊 有没有事 哦 是你 是你包囤军 你闭嘴 你还好意思提啊 上次要不是你把我带错了房间 我还没找你送你去 我那不是为了帮你吗 你 怎么又是你啊 还真是冤家路者 干什么 受伤了 别乱动 碰瓷都不可以跳尸机 红灯碰瓷 想死吗 关你什么事 我乐意 告诉他 关不关我的事 哦 那个 宋小姐 刚刚呢 由于你碰到了我们的车 修理费 十万 十万 你讹人啊 我讹人 大姐 你眼睛看清楚 老子来自幻影 幸好车鲜 我猜 你这么有钱 应该不会在意 这么一点点小钱吧 写个线条 慢慢缓 开车了 别耽误我去公司 那我怎么办 路上碰到医院 你就下车 还以为是个好人 原来就是个大冰块 不说话的时候 还是挺帅的 既然这么垂浅 我的美貌 上次就不该拒绝我 什么上次啊 你别胡说 再说 你哪有什么美貌 你顶多就算 一般般的 停车 把他给我丢下去 宋小姐 挺吗 老大 他上的挺重的 我们真不管啊 我长得一般般 开什么玩笑啊 别说是在江城 放眼全国 还哪能找到第二个 像你一样帅的人 那他就是在说谎 说谎就该罚 往前一百米 就是医院 他要是找不到 那就是个赏子 你呀 就是最硬心软 闭嘴 不说你又不说 小气鬼 喂 晚宁 你今天怎么没回家 你是不是还在气我 带走然然的事 你怎么能这么不识大体 他可是你亲表妹 我不能见死不救 骑泽 你是不是觉得你特像个大英雄 拯救了夏然然这个公主的悲惨命运 你难道不心疼然然吗 晚宁 你太让我失望了 骑泽 去做夏然然的英雄去吧 在我这儿 你只能是狗血 我说过 我们已经结束了 不要再联系我 都结束了 哈喽啊 包三群 我们老大现在在这儿打架球 你要是有空 过来当球筒 我凭什么要给他当球筒 我们老大说了 你要过来 什么也不用骑泽 再过来 地址给我 马上的 行 找你啊 哎老大 好球 郭总 您用最低的价格买我最贵的地皮 您不觉得 生意 你们这么早 崔总的意思是不想做 哎 常听 坐走 商场 打球 未成一败 这样 咱们俩打一场 您要是输了 这地儿归您 您要是赢了我 这地儿赚什么 卖别人 怎么样 不知道 霍总 可不可能给我催某人一个面子 向我认输呢 再告诉你 别的太听了 不管出现 对我都没有 这把我听他 他怎么来了 不知道 干什么 玩法不错 但我们球机太好 享受到你 不如 我找个人替我打 我都无所谓 您觉得谁适合的 他 替我打一把 欠我的十万 就是 真的 那你就瞧好吧 我一定会让你失望 你找他那干嘛 巧合 那怎么行 看我给你听 我赢了 厉害吧 什么我赢了 他也付我其他钱的表情 精彩 这个美女的球技 真是非啥了得 我这球童啊 比较实在 刚刚只是给您开个玩笑 这地啊 我还是非常想卖给您的 但是啊 当个美女打球的时候 我发现你的姿势有点问题 这腰啊 得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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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女 我教你打球呢 你想去哪啊 诶 诶 怎么 难道为一个女人 你要毁了鸡鸡的生意吗 我最痛恨玩到女人的那儿 这段生意不做一半 滚 你 算什么狠 是吧 没事 谢谢你啊 嗯 我跟下来倒杯水 知道了 那你打算 怎么信我 你 怎么了 包都给摸 我可没这个义务啊 求求你了 帮你忙 那你可别厚 你什么意思 你还惦记着你那个未婚妻呢 她为了那么点破事 给你闹奔手 太能作了 不许说了坏话 我您不是那样的人 他只是 一生的小生死罢了 哇 你看看人家 待会哥哥也给你找个妞子 包你满意 不知廉耻 我才不喜欢那样的女人 我就喜欢 像婉妮那样单纯的女孩 你干什么 你咬我一次 我咬你一次 是零 你非零我你还有理了 别再让我碰见你 喂 婉妮 霍夫人 这两天跟我儿子进展怎么样了 没闹离婚吧 光顾着樊寨 把婚冤的事忘了 嗯 我连她在哪都不知道 根本见不到她 我怎么帮你打听好了 她中午啊 和几个朋友在一起吃饭 我把地址给你 快去找她吧 好 我这就去 老爸 自己这儿的乐菜 堪称一绝 今儿我选择 随便吃 二零九 这次绝对不会再错 我 我 画上 我是你的老婆 孙婉宁 画上 我是你的老婆 孙婉宁 你走错房间了吧 这没新货的 对不起对不起 我走错房间了 嗯 嗯 是这儿没错呀 她怎么又不在 只能在想办法 孙婉宁 对不起 我们新来的福生 狗子书 把二零九 给你定了去了 行 我再给你重新换个报件 我再给你加点菜 别醉 赶紧赶紧赶紧 他怎么也在这 不会真跟老大成无缘 给你安排好了 行 孙夫人 您回来了 您这午饭 跟阿爷吃的怎么样了 我没见到人 啊 这怎么可能啊 这可是夫人特意大挺好的呀 估计她临时改了行程吧 不 夫人 这少夫人 又没能见上二爷 怎么搞的 把您一个女孩子 已经够主动的了 肯定是亭州 这个臭小子 贵意躲着她 我这就给亭州打电话 让她主动联系完命 好 好 哎呀 这样子发我夫人 和这二少爷见的面 他咋就这么难呢 哎呀 喂 今天又去找我了 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 你哪位 我说你账户了 跟我存的号码不一样 你换号了 这是我的私人号码 那你去 我是想说 我知道你不爱我 也不想跟我待起 那咱们既然结婚了 总得落实一下夫妻义务吧 也好给你母亲一个交代 是不是 你不 你不就是想上我的床吗 你好交什么 你也得能上才行吧 你能上吗 你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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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该死的女人 到底在发什么疯 我的意思是 咱们俩真刀真枪的试一下 你要是真不行 我也好给过分交代 是不是 也方便咱们俩一拍两散 怎么 你想要跟我离婚 拿着货家的钱去改下别人 那为名 别太贫义你了 既然你是我妈 花十几亿 买不来的装饰品 那就老老实实待在我 别在她发 装饰品 我拿钱办事天经地义 她凭什么这么羞辱我 十亿 喂 义父 我替夏仍然嫁进霍家 霍家给了你多少好处 你 你问这干嘛 我人都嫁进来了 你还怕我反悔啊 霍家给了夏家 十个亿的合作项目 管轻啊 我们家马上就能上市了 你可千万别在这个结果眼上 给我惹麻烦 我知道了 难怪霍儿少这么看不起我 夏仍然现在应该很得意吧 既不用自己的亲女儿挑进霍客 要能拿到霍家十个亿的项目 还真是两千金 那我也不能白白为她羞辱啊 我也是我自尊的 多谢霍先生这么看起我 给我十个亿的项目 我一定服务啊 我一定让你抄正 宋小姐 麻将三拳一 有空来吗 不了 我还有工作呢 我朋友对你们工作事很有兴趣 说不定能给你介绍几品 我这就来 你来了 上次没来得及好好介绍 这次好好认识一下 我叫许修鹏 他叫隋用家江城一半的酒店 都是他才开的 他是我们老大霍氏集团的总裁霍亭周 我想你应该听说过吗 他 他是霍亭周 那不就是我那个贫敌老公的亲叔叔 那我之前好几次骂他 这不是 不是 叔叔 这又是什么玩法 你们也不知道 这也太刺激了 你叫什么 叔叔 我看上去和老婆 这不是被伏在那摆的吗 怎么会呢 不会的呀 多了多了 不是因为年纪的 是因为 老大 你一看你就漏不了吧 现在女孩子就喜欢叫人叔叔 对不对 请她亲热 对 一般长得帅的人就叫他叔叔了 是吗 但是真的了 叔叔 你喝水吗 我给你倒水吧 狗男人你可千万笔记仇啊 早知道你是花儿少的二叔 就不得罪你 哈哈哈哈哈哈 行 倒开吧 好 是什么 倒开 啊 给明白了 叔叔 这张东家 走吧 我放放火 清一色 我我我我我 哇不是吧你手气怎么这么好啊 我本来还想赢几百万当明花钱呢 都是叔叔教的好 赢了这么多 想要什么想你啊 我上次说那么多 这次就当是赔礼道歉了 时间也不早了 我得回去了 收入以后找我呢 直接给我打电话就行了 我保证随教训的 抱上这条大腿 我就不信收拾不了花上那个狗东西 不是我电话 收好了 那我就先回去了 去吧 他居然给了他四个号码 铁上开花 这么行啊 看来应该把你们两个送去那非法矿 哎呦 二爷回来了 吃晚饭的没有 我去给你煮碗面 吃过了 您就别忙了 那个女人呢 哦 少夫人几晚下班 他说不回来了 您如果要找他的话 我让他回来 不用了 我不想看你 那您说 一个女孩 叫陌生男人叔叔 什么意思 这个呀 还真不好说 你看啊 现在的韩剧里边 那个女主角 要是喜欢上了那个男人 都叫什么 哥哥 叔叔什么的 这个呀 艾成 艾成 或许吧 大爷 您是不是有心仪的女孩了 没有 您就别别下台了 我这哪是下台呀 我这是关心你 我先上去睡了 你也早点睡吧 哎呦 你说这孩子 你说二爷 要是有了喜欢的女孩 那这二双奶奶可真有办法 我您 你新设计的定制款秋装卖爆了 老大说周末去红八馆给你看进工会 你一定要来啊 好 来 为我们的道快吃 即时干杯 干杯 我去个洗手间 去吧去吧 我们继续啊 婉宁 终于找到你了 婉宁 你别哭啊 是我不对 我带走然然之前应该和你说的 我也不该和你置气 我们 和好吧 秦总 我们之间已经不可能好 我说了和不及 我们已经分手了 老婉宁 你别再闹脾气了 你看 我不仅 我 不仅保护了 然然 现在我还回到你的身边了 你到底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那你可真是个大英雄 你当初带着下然然不顾一切的逃婚 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我 陈阮逃婚跟你有什么关系 又跟我们的感情有什么关系呢 陈泽 我已经结婚了 不管你啊 这样的玩笑 就没必要开了吧 那你有没有想过 夏冉冉逃婚 夏家怎么向霍家交代 最后夏家又是怎么拿到霍家那十个一项的 什么意思 听不明白吗 是我 为了弥补你们做的蠢事 是你的公主嫁进我霍家 都心疼夏冉冉 有人在活的时候 我不知道啊 我根本就不知道你会代替冉冉出嫁 他从来就没有跟我说过这些 是吗 那你就亲自问我 是吗 那你就亲自问我 冉冉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陈泽哥哥哥 我也是后面回来之后才知道爸爸让姐姐提起阿多 我 我一直不敢告诉你 就是怕你难过 表姐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有什么气 就冲我撒 你 你不要怪陈泽哥哥 他真的很爱你 你先站起来说话 我知道 我知道这不是你的错 单纯善良 我知道你也不像这样的 精彩 太精彩 婉娘 好一出王子公主的心碗 我就要搞什么 婉娘你怎么能这么说 秦少说的对 加冉冉 单纯善良 配得上最好的爱 至于那个风流二少 就活该我这种人来承受 对不对 姐姐 不是这样的 你误会我了 宋婉宁 你别这么刻薄 你是我名正言顺的未婚妻 我一定会向霍家讨个说话 从你带走夏冉冉逃婚的那一刻起 我就不再是一个问题 从你带走夏冉冉逃婚的那一刻起 我就再也不是你的名情 婉宁 这样 我现在就去跟我爸妈说 我让他们去跟霍家谈 我一定不会让霍家那个花花公主欺负你 金泽哥哥 霍家想来强势输一波 你可千万不能做傻事啊 我不管 我爱的是你 我一定不会和你分手的 金泽 我已经是会员了你了 我呢 我不行 金泽哥哥 放你这吧 宋婉宁他已经嫁人了 我们一定无法挽回了 不 我不管 这辈子只剩婉宁 就算他真的嫁人了 我也只爱他 凭什么 明明我才是夏家千金 宋婉宁你跟我父母 被我家腰胆的果肉 什么自由跟我抢男人 宋婉宁 给我等着 我 唐唐 我还有点事先走了 你帮我跟大家说一声 嗯 老大 是宋小姐 要不要带他去 开过去吧 幸亏今天没开你车 让我给他个惊喜 你 你放开我 回公司 老大 虚招的鱼挺大 要不然我们 带一下 开车 哦 你放开我 你 骑泽 别让我瞧不起你 宋婉宁 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唐唐 我好难说 没事没事 有什么难受的跟我说说 秦泽回来 他为了吓然然亲手把我推进了火坑里 我明明什么都没做错 他们凭什么要这么对我呀 还有那个霍尔少 我凭什么要嫁给他 他又凭什么骂我 他看不上我 我还看不上他呢 他中看不中用的东西 他做什么 你嫁给了霍尔少 是啊 很倒霉吧 我甚至连选择的权利多了 可是我听说 霍尔少并没有结婚呢 是秘密结婚 就连领证 都没让我们亲自住 像霍尔少这种常年 挂在娱乐板脱条的人里 就算你们是秘密结婚 应该也瞒不住吧 你看不会嫁的不是霍尔少吧 那还能有谁啊 我听说 霍老爷子有个老来得子的 人称二爷 就是现在霍家的掌门人 这位二爷啊 又神秘又神出鬼没的 你该不会嫁的是二爷吧 网宁 你这么好的女孩 以后一定会遇到一个爱你的男人的 我 宋小姐 今晚我们在KTV有聚会 你要来吗 老大也在 我就不去了 最近获释 又新招了两百名员工 需要定做工装 马上到 宋小姐 宋小姐 快点坐 等你很久了 老大师妹的位置 特意也有着了 谁让我叫她的 怎么了 好别扭了 不知道啊 昨天还好好的 宋小姐 你怎么来这么晚呢 让我们老大等你这么久 那个 你先自发一杯吧 叔叔 我再拿一杯 叔叔 让你送你出去 好 你走 哎 宝德雪 你别走啊 老大 你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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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女 又见面了啊 你 咱俩这么有缘 就跟她那造本 哎 我跟你不熟 你喝多了 你放开我 我适合多了 我也没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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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大成为秀门 在这我崔石磊就是天 你叫我啊 你别说了 你放开我啊 他妈瞎你狗眼他就是谁 货眼人啊 我们闹着玩的 您要不你们先聊 我要走 走想多了乖乖 大哥怎么数字 把他给我废了 哎哎哎 走走走 我警告你啊 我们吹架可不是好好惹的 你得掂量掂量我告诉你 我走 霍先生 霍先生 打开我打开 还不起来 霍先生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你叫什么 霍先生 如果你不喜欢的话 我也可以叫你会 怎么不叫叔叔 你不是不喜欢我中家 喂 姐姐 家里出大事了 求求你 快回来一趟吧 我这就回去 从来只是喝了点酒 怎么会变成这样 骞泽哥哥 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不如我们救 婉宁 你怎么来了 这就是说的大事 是啊 我昨天晚上 已经和骞泽哥哥在一起了 这难道还不算什么大事吗 姐姐 你已经嫁给红尔盛了 而我 已经和亲泽哥哥在一起了 就不要再来破坏我们了 婉宁 你别听他胡说 我可以解释 不需要解释 亲泽哥哥 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你要是这样丢下我 那我可该怎么办 我 做完你 那些人根本就不值得你上心 算了没有 算了没有 哎呦 什么呢 这次 快让家家医生过来 我这就去打电话 你醒了 你醒了 我衣服呢 你把我衣服脱了 你昨晚发烧了 吃了药 出了一身汗 我请了保姆帮你把衣服换了 昨天晚上是你送回来 这话说的 怎么好像这是你家是 这就是我家呀 这就是我家呀 你烧糊涂了吧 这是我家 这 这是我老公家 你结婚了 你老公是这样 是会员 你侄子呀 我侄子 对啊 所以 我才叫你叔叔 喝干净 拿着 来来来 快把这姜汤端上去给丫头喝了 发发汗 好得快 六爷 你认识他 你看你这话说的 我能不认识他吗 他是霍家的媳妇 哎呀 这还用问吗 快把他端上去 哎呦 你还愣着干什么呀 快把这姜汤给你媳妇送上去 他是 他是 什么 你不早已经见过他了吗 连自己的媳妇都不认识了 他就是 我妈给我娶的女人 对呀 你说你们两个呀 以前是水果不容 这把我和夫人仇的都臭坏了 这现在呢 看见你 这么会关心他 你们两个呀 你就放心了 哎呀 尤姨 我们都弄错了 他以为他嫁的是货员 我以为他是个贪图富贵的女人呢 哎呦 你说你们两个 怎么能闹出这么大个误会啊 哎呀 那你还不快上去 把事情跟他说清楚 先别告诉他了 他最近受的刺激太多了 那去缓一缓吧 嗯 也是 那我先帮你 马上一段时间 快上去吧 谁啊 是我 霍玉安 他俩干什么 他来干什么 我现在根本没办法对付他 你 你来干什么 我叔叔说你病了 过来看看你 他还会有这么好心啊 他不会是来羞辱我的 我不想见你 我们都结婚这么久了 都没怎么见过面 你不想跟我说几句话吗 二少 我想跟你离婚 我们既然互相讨厌的话 那不如你放我走吧 放过你 你能拿什么 拨打我 我会努力赚钱 然后把钱还给你 可以吗 我可以不要你的钱 真的 嗯 我还可以 让你去追求 你心爱的男人 等找到合适的人 告诉我 我帮你做事 那这不就是出轨吗 对 但必须是这样 别想随便拿个男人或你 否则 后果自负 好 我答应你 我还有事 先走了 你要是有事 就告诉刘姨 这个背影 怎么跟霍庆祝的那么像 人家是金属纸 背影像多正常 谢谢你 你就是田江城 最帅的花儿哨 我一辈子都会感谢你的 我要多挣钱 早点把钱还给霍元 他怎么在这 慧气 我娘 姐姐 我和秦泽是来送品锦的 希望你们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我 我 我 有人出二十万金属去婚礼现场做服装助理啊 二十万 这么多 是啊 肯定是有人发现你的才华了 我就说嘛 是金子呀 总会发光的 有了这二十万 我离还清错冤的五百万 就借了一大步 婚宁 你还是不要借了吧 这么一大笔钱 为什么不借啊 这一单的单主是吓人啊 那更应该去了 库姐呀 能赚他们一笔钱 还能看笑话 合了不为了 你不要太勉强 不得 放心吧 不会有事的 哟 所谓的盛装出席 就是来给我当服装助理呀 来吧 恨我吧 我就喜欢看你这种记恨极了吗 还得为我服务的样子 苏婉宁 你想勒死我 你找我给你当服装助理 不是自讨苦吃吗 夏小姐 为了你的美好形象 接下来第一整天都不要吃东西 否则婚纱崩开了 我看服装助理 你 走吧 你的秦宗哥哥在等你了 婚礼 您嫁人知道我们在一起了 所以想尽快让我们结婚 对吧秦宗哥哥 是 那真是恭喜你 你们俩天生一队千万锁子 我别出来和喊 婉宁 对不起 没什么可对不起 不过你最好看见秦泽 他耳根子软见不得别人受苦 说不定哪一天 就带着别人讨厚着 你 哼 秦泽哥哥对我感情这么深 他为了保护我 不惜把你推向 秦泽哥哥是不会不得 那就祝你们不离不弃 不是来送秦简的吗 秦简呢 你真要来 当然来 我不仅要来还要盛装出息 所以啊 你最好用一点心 也对我比下去 好 我的 你是怎么适中出息 我 老师 你老师 你真的来了 我很高兴啦 信子哥哥 他只是我请过来的服装助理 无疑 你这是在干什么 我喜欢你的亲姐姐 你怎么能这样使唤她 秦泽 你今天是我的新郎 你必须待在我身边 哪都不许去 苏妖 在你命运的闺女神 你还要不要脸了你 明明是他故意羞辱 为什么要怪我 混上 你还敢顶嘴 这次他也是你妹 你让他也是金家兆 我连微风飘都要出去 这还不够 你说什么 你已经嫁人了 秦泽早就不是你的魏夫妇了 你们恐怕早就惦记什么 让夏冉冉嫁给秦泽 也是你们算就好的吧 你 你该要不说了白点了 你再瞎说 我删死你 哪来的黄毛孝 我下家的是你也敢管 找死 给他道歉 你混账东西 你快松手 好东 你快松手 给他道歉 我是他亲姨姑 姨姑管侄女 跟你有什么关系 她是我的侄媳 你再说跟我没有关系 你 你是霍存州 你是吧 原来是霍先生 刚刚多也得罪 还请保喊 霍家给夏娇的水顶灯 我绝对收回 霍先生 刚才是我不对 我给你道歉 你可千万不能一起用事 你们走吧 霍先生 霍先生 刚刚多谢谢霍先生 霍先生 霍先生 你能帮我转换东西吗 我想参加婚 我想参加婚 谢谢朋友 我好了 怎么样 这是我自己设计的 很漂亮 真的 过 不过什么 少点东西 我给你戴上 这 这也太可重 实际 所以我的女伴 不能有任何趣 那谢谢霍先生 好 好了吗 好了 完美 我们走吧 去给他们一个香味 走 爸 喝茶 好好好啊好啊 万宁 她 她是谁 姐姐 你这儿从哪儿找来的帅哥 假设 花少知道了 生你的气 今天这里 可全都是记者 这么多记者 那可得好好报导报导 下家千金 勾搭姐夫 接纷一下 宋婉 你我未解除婚约 你就背着我嫁了人 现在又勾搭野男人 你到底还要不要脸 更晚了 赶给霍二少 带绿帽子 等你 今天就算你把这给拆了 都由我顶着 忘了最少 这是约安的叔叔 贺庭舟 贺庭舟 就是那个贺朗 他也得把梅子 神秘的贺家二少 我管这自家的二叔 没什么问题的 我理解 心术不正的人呢 看什么都脏 都以为别人和自己一样 无处 你 金座哥哥 他骂我 男人 来这时刻 你别闹了 晚宁 你们入座吧 不用了 我今天来呢 就是给二位送祝福的 送完祝福 我就走了 你会那么好听 来给我们送祝福 我祝你们渣男见了 白头道 兄 你敢骂我 谁敢欺负我后转 走吧 走 亲子 今天可是我们大婚 你是我老婆 你们不要惦记着那个贱人 闭嘴 秦太太的位置 我可以给你 但是我心里 只有晚宁 我 你说 我 你 你真该死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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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刚刚真的太节气了 你看到了没有 耳朵耳朵鼻子都气歪了 节气就好了 霍先生 你怎么会突然过来 我 啊 约安说你来参加婚礼 怕你受辛苦 我就替他过来看看 霍约安又出去找那魔了吧 虽然我不喜欢他 在今儿有机会玩玩的 这样下去 就怎么就不行了 什么虚气血两亏 难怪他之前 什么不用担心 他还是很喜欢的男人 以后你就会知道 以后 我们俩没有以后 早晚都会离婚的 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到 走回家 我会不及我的男后 前来的时候 什么 包屯群是老大的小娇妻啊 这可是天定元的 不过老大 我劝你啊 还是赶紧跟宋小姐 打白真相为好 为什么 因为女人最讨厌的就是 霍言 这么严重了 反正说你一点反应都没有 我的问题跟沈南希没有任何关系 先说送往您的事情 怎么解决 坦白啊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对 尽快坦白 躲得越久 越有危险 好 那就今天跟你说 啊啊 这么快 哎 最后是不如撞人 不是哎老大老大老大 哎 你说 包屯群能结束真相吗 都知道 哎 喂喂我是你老公 今天中午十二天 将军四处 无间不散 好 觉得最后的 霍先生 你也在啊 是霍云安邀请你来的吗 是啊 我怕他欺负你来 过来看看 菜 你先上几桌 你先坐吧 这一桌子菜 都是给我点的 嗯 霍先生人真好 以后我们的小婶婶 一定很幸福 我一定会 让她很幸福 哎对了 冒险是要告诉你 其实我一直 我还有一点事 先吃 呃 我很高过来 好 那你先去忙吧 我又怎么喊你啊 嗯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正忙 请稍后再拨 啊 啊 小姐小姐小姐 怎么了 天怎么黑了 我们已经打烊了 哦 不好意思啊 不是这就走 是你得笔记 居然要三清 昨天要三清 黑爹 居然让我白白等了一个天 你给我等着 啊 啊 啊 霍先生 是吧 别乱动了 你怎么会最好 霍先生 你还是把我放下来吧 这样不太好 没什么不好的 你本来就是我 我们霍家的人 我不能坏 霍渊要是像你一样 我越来越活着 你很讨厌他 对 不讨厌他 你看今天他根本就没来 录一片 我请你做什么 我再给我谢谢你 你对不起 又不是你 你干嘛去拿道歉 不用这么 你 我 就觉得安心 因为你 那双眼笑眼睛 霍先生 不早了 你早点回去休息呢 那天你处理一下伤口 处理完我就走了 对 自然 你嫌弃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那我让刘姨尽来给你处理一下 少夫人 我来帮你处理一下伤口 哎呦 疼她吧 嗯 刘姨我的丈夫是个什么样的人 哎呦 她呀 她是我从小一直带到大的 一直都很优秀 这做什么事情呢 从小就要非要做到最好 所以呀 她这性格有些强硬 你可别看她外表是冷冰冰的啊 但是她的那些啊 BC都温柔 她这毛病啊 就是需要一个真正爱她的人走进她的心里 这样啊 她就会彻底好 你们俩呢 都是好孩子 如果能好好地在一起 你我和夫人啊 死了 你能闭上眼睛了 刘姨 你别这么说 你这伤口 千万不要沾嘴啊 早点休息吧 你也早点休息 明天中午 咖啡听见 要是赶时到 我就把你勾引二手叔叔的照片发给媒体 吓人员 吓人员 怎么一个人来的 你的绯闻男主角隐身了 有话直说吧 我们之间没必要改办过家 急什么 这么有意思的事情 当然得慢慢聊了 那 我给你点个咖啡 你想说什么 说吧 我要你发誓 永远不要出现在秦福哥身边 不然 我就把你的照片公之于众 发誓可以 但我和婚庭舟 我们是清白了 不管你清不清白 只要有照片作照 不怕别人不信 你放心 我不喜欢回收垃圾 我也不会再跟秦泽有任何关系了 可是 只要你一天不消失 秦泽哥哥就不会再有 所以 我要把你变成千人集 万人睡的闹 你什么意思 我知道你不信 所以我给你点的东西 你不会喝 但是这免费的水 你会喝吧 宋文明啊宋文明 你说 我是应该夸你聪明 还是该夸你蠢 你在手里下了什么 我的好姐姐 好好享受 我给你准备的名字 崔总 人我已经给你带来了 单一下家的合同 放心 只要我满意了 你们下家 少不了合同 那就冲你 玩的嘟嘟 是你你放开我 放开你 上次你害我住了一个月的医院 简 就这被终于落完手上了吧 我警告你 我老公是会冤 你赶紧放了我 会冤那个酒当饭袋里边 他能想什么事啊 我告诉你 就算货亭周来了也不好使 好热 热 热就对了 你放开我救命 教我 你找我活也不会有人来救你了 放开我 放开我 我娘 叔叔叔 随时来 你敢动我的女人 找死 不是 怎么又是你 我告诉你 这牛是别人送的 跟你没有万毛钱过去 滚出去 滚出去 江城还没有人敢这么跟我说 上次给你的教训 还是太起立 把他带下去 他不是爱我 你追他玩个狗 放心吧老大 保证给他玩 不是不是 哦 黄老 黄老 是我愿意不是男人 是我快别心想 你饶了我饶了我 我这 哎 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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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怕 我带你回家 怎么这么疼 黄老 我说 我说 我看什么 做你的写啊 不行 不是个小叔叔 我不行 做你啊 我不顺小叔叔 我是你的男人 你也怕 你走啊 你走啊 你要是和我在一起 我今晚 去把一层会员那要回来 我亲小子 我亲小子 对不起 为什么 我哪一点比会员差 你来 只是我家的人是会员 而你却无从了解 这种体贴 让她的心间如天 一面是自居老后 狗子能偷情一样 我让刘姨 给你熬的酱茶 出来后 记得喝 霍亭昭 霍亭昭 我要是早点遇见你就好 玩得开心吗 动我女人的时候 不是很消肆 老大 冷静小姐 别打死人了 不好交代 啊 就讓他躺一輩子了 冥不出來和海天 是 再把他送進京浴 分手人 好好的照顧他 你老實點 好有 你 你別過來 冥羽 我不會碰你的 你來幹什麼 這是我跟惠玉安的房間 你沒事別見了 怎麼 怕惠玉安知道昨天晚上我 你別說了 就算讓他知道 他也會把你禮盒送給我 你不想做我的女人嗎 外遠喜歡你的女人那麼多 你還是放過我 你是我們貨家買回來的 嫁給我 或者是他 有什麼區別嗎 怎麼能說出這種話 怎麼了 我遲早都會是我的 我這車 你瘋了 我沒說 色情 其實我才是 好 好 喂 彈呢 晚寧 我查到夏冉冉的位置了 他敢欺負你 我們一起去收拾他 好 我馬上去過來 夏冉冉 啊 夏冉冉 你敢打我 夏冉冉 我們打的就是你 他敢這麼對我 他敢這麼對我 金子是不會放過你的 嚇人的 哎呀 你是不是真覺得我好幾乎 劉冉冉 你要不先放開我 咱們有話好好說 然後送到隨時的手上的時候 怎麼沒想過放過我呀 這關是誤會 f 搞什麼呢 你怎麼能打人家 放手 不然我給你一塊 那上來把自己的妹子 你索了 你總算來了 발생 我能被弟弟姐姐給打死了 那我受盡污辱他难道不该打吗 真的不是这样的 是姐姐是姐姐他自己不见见 住嘴 晚宁这么多年 人难道不知道他的为人啊 夏然然 太让我失望了 我没想到你的心里有如此的歹毒 是这样的 我没想到你的心里有如此的歹毒 你怎么这么太爱你啊 你 你的话 是你 走走走走走 站住啊 亲子你放开我 最后我的手就是换他的 这次 哎 晚宁人 别想到你了 我这样可惜 你嘴上说他也行 看到他受欺负了还不出面为户了 我没有 你就是个三心二姐的渣 两个都小 两个都舍不得 算了这个 我冤都不说 晚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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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喝了 你怎么办 吃来陪我喝酒的吗 来 今天呢 我跟小虎说不对不对啊 你还在为妻子上心啊 我早就放下来了 他那种中央空调 我才不信 那你为什么 这么难过 我不是为他难过 是为我自己的 大好的青春为了狗 能不难过 好 那你别难过了 告诉你什么眼睛好不好 有命的 出来这边去 其实你要嫁的人 是灰 是我 是我 我要嫁的 记住 你要叫的人 是我 我才是你的正常来电影 你就够了 哎 别喝了 回睡觉 回来 我 我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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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爷 要为您准备客房吗 不用了 今晚我喝点水 太好了 我这就把那个好消息 告诉夫人 我听说 你怎么会在我床上 你叫什么 你啊我你 你怎么会在我床上 嫂子娘 你还记不记得我昨晚对你说了什么 我 我记得我昨天晚上就回去 然后呢 后面就不记得 你喝到边了 现在 你不道德 我是奸商 你作为长辈欺负晚辈 我是奸商 你这算欺诈 这照片不能作数 我是奸商 你除了这句话还会说点别的吗 我是奸商了 所以我才会欺负你 你要是不服气 我也不愿意抱你 你就怕会冤知道 你觉得我会怕的 那我就告诉夫人 那巴不得我们在一起吧 我从没见过 死后 要不知之痛 好好想想 昨天晚上 我都跟你说了些什么 要不然 听你回去说 二爷 二爷 杨瘦也过来了 说想见你 好好消失吧 所以我们为什么会睡在同一张床上 这我叫问你了 我 昨晚我好心送你回家 你色情大气 对我右倾要抱 还逼着我和你睡 不可能 你一个大男人 我怎么可能强迫得了你啊 你本来就是我娶的女人 你逼着我和你睡 我干嘛要拒绝了 好有道理 我竟然没法反驳 这是什么 老德书 假方或听说 乙方做晚宁 乙方应有错在先 保证从今以后听贾方的话 否则 贾方将公开照片以做惩罚 居然还有照片 现在有了 现在有了 他打完了 郭伯宇 不是为他看到咱们两个在一起 我怎么交代啊 乖乖待着 没我的命令 不准出去 你可千万该玩 昨天的事情告诉他 那就得看你表现了 真心我还不想 不准我的痛苦 不想 可想一想 什么事 二叔 二婶呢 我要不要去给二婶问好啊 他算了错 咱们也没思过 叔 二婶看起来挺小的 你不用对他那么严厉 而且我娶回来 就是要疼的 是吗 他要不要 跟你娶老婆 别 那还是算了 我这次主要过来是想问一下你 这么合同的事 好多地方看不懂啊 你帮我看看 这个地方 是个陷阱 你们要注意 还有就是 会员啊 救命啊 我被妖娶关起来了 好歹我也是你老婆 你能不能靠悔一次来救救我 宋本宁 呃 说 我公司还有点事 先走了哈 合同 哎呦 以后有事 去公司照顾 别干事 好 好好好 走啊 二婶 祝你和二叔幸福 你们结婚的时候记得叫我 我好随分子 二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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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和小叔叔要好好的 我祝福你们 拜拜 拜拜 去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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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莫远 你快回来 救我呀 你要出风了 哎 在海面上 老一个大月亮 莫远 你回来 哎 哎 我想任性 我就任性 我想出家 我也想出家 和你一分身 也能把我的风 我祝你和小叔叔幸福啊 你们才是天道地设的一对 什么你们 这个 这个老婆就不过 垃圾 你要是现在跳下去 若不定才能严肃 不定才能严肃 莫先生 你忙完了 你到底怎么样才肯放过我 莫远 让我全全处理你的事 这代表 你的自由 掌握在我手里 明白 明白 啥 早的拒绝了你 不是吧 将冲还有人 拒绝你的女人 老大 该不会是你没有魅力了吧 要不然怎么扫子 老大 你真没有跟扫子谈白吗 没有 我是吧 你都骗他两个月了 哎 这早子之后知道了真相 他不给气炸吗 说不论啊 还会给你离婚呢 他敢 敢不敢是其次 只要是影响 不及感情 要不然 我们将冲就机 先让嫂子爱上 然后再打 这不就没事了 我觉得可行 不过老大这个万年单身狗 会坠没死 不是哥们你问我呀 我 江城有名的花花公子 孙有家 那情绪价实 是不是 这人轻轻素素 这人轻轻素素 怎么样老大 你问我呀 是吧 听听 是这样 我们首先先 首先 出场要学乎 好说 住这边 你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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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我带你去吃到饭 我警察 大晚上的 大晚上的 要不进去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吃饭前 我要送你 对 不是设计 拜祭 政府 这个 是 协议 对 老百 我 你 是 十九度 能够代表我们两个 长长久久 玫瑰代表 可是 可是我爸不过敏 还有 他为什么穿上歌 找着她 不喜欢咱们不要 霍先生 过敏真的太难受了 两天吧 行 那就该 那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还有别的招吗 我有一个办法 正能让伞子都信 真的 当然 比珍珠还真 给我写个信 嗯 你这样 好累 要不别上了 我养你 是你 霍先生 你怎么又进我房间 而且还穿成这个样子 又不是没见过 上次进我房间 我不是也在寻思 那次是意外 哪有人像你这样 不穿衣服进入房间的 暴露光 我们之间 没有闻 我 我 我没有不好意思 我就是不喜欢 你快出去 不喜欢 实在不够好 你身材好不好 跟我们没关系 你能不能重够 在多么领 你不要 嫂子这一招 内力深厚啊 老大 疼不疼啊 哎 你说疼不疼 不是吧 美男计都不管用啊 你说呢 不是啊 我说老大 你是不是 太久没有练了 变成细狗 哎 错了错了错了 别生气嘛 我打算 明天和你家老爷子聊聊 把你送去南部八扣 啊 别这样的老大 我这么激情激励 是为了谁 不都是为了你的嫂子吗 要是把我送到南非了 谁给你当局 是书谋划策呀 多亏了你书谋划策了 害得本来以为我不正常 看来常规方法是没用了 不过 我倒是有个主意 不知道有没有用 非常贵 说来 天天 货先生经常参加宴会啊 打得很荣重 不是 我今天和谁是鸡蛋千斤 有约会 午饭我就不回事 那祝你约会成功 我先去上班了 吃 吃 吃 那左右 为这里是想高调真一点 对吧 嗯 哎兄弟 那个沈南希 好好回国了你知不知道 是啊 好想他这次回来 就不准备回去了 她不是今天 跟老大有约是吧 对啊 你看 我都刷她朋友圈合唱了 宋大姐 你看 这个沈南希可是我们江城的大美女 你觉得好好看 真漂亮 是个美女呢 看起来还挺狼才女老大 你没觉得哪不对 没有什么想说的 不是你说的肯定行吗 那现在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了 李先生 喂 你给我等着 宋小姐 您几个意见我都修改了 你再看看 好 好 许先生 啊 怎么刚刚那张照片 脑脑脑 能看 别碰看了 发生了自己了 不然是 不然这照片给他请去 这个沈小姐 和贴先生是什么关系 啊 你 你没有什么想说的 哪里不对 这不好看吗 哦对 好好看 是好看 你先弄我 快点哄了呀 来 上次多亏了你送我去医院 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没事 我从小就帮你当妹妹看 应该的 我先接个电话 准吃 好 我完蛋的是什么意思 嫂子合照没有反应 而且还不想到你是大美女 嫂子好像对你完全没有兴趣 她们是青梅竹马 而且有个婚约 不过最后没有成 沈小姐也在五年前出谷了 是的 这次沈南希回来呢 我也不知道 她们俩恨不会 旧梦复然 重温旧梦 说说她 原来是这样 老小姐 吃醋了吧 霍先生是我的长辈 我怎么会吃醋呢 白初 孙小姐 老大只比你大几岁 而且呢 你就知道她长辈就未免对老大 太不尊重了 太让老大伤心了吧 你不懂 这不是年龄问题 是辈子问题 老大 孙小姐 就真的不建议 她们青梅竹马 本来就应该是签索正门 我一个小辈 有什么 祝福得来 设计表 已经交给你了 后期有什么问题 你先走 你哥那眼睛看 有些 刚刚 他特地问了我们俩的关系 这说明什么 他知错误 这是好兆头 你一定要 成长这一击啊 行 我现在就去找沈澜漆 不过老大 你对沈澜漆 真不感兴趣 你可别去这门 你就开始玻璃 可别去 是啊 不能当那样吗 放心 我一直拿沈澜漆啊 到那里 小柳 是 实际 介绍一下 这位是沈澜漆 我黄雅 她今晚 有点事里撤不在 沈澜漆好 我是宋婉宁 我是 介绍的霍甲 你好你好四位小姐 那你们先聊 还有试试 可是快吃饭了 没事 别管他 我吃过饭了 你们吃吧 这个宋小姐就是你喜欢的人 你倒是聪明 哎 我的天 你用过来刺激他 你小心聪明反被聪明误啊 哎 怎么说 他明明很难过 却没有表现出来 以他这种性格呀 受了刺激 不但不会表白 反而还会逃跑 嗯 那怎么办 还真被你说什么 啊 霍渊先生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离婚啊 霍渊 这不是你侄子的名字吗 他为什么这么讲 这其实是个误会 所以你不仅刺激的 还足足骗了他两个月 有点声 别被他听到了 哎呦我的天 幸好早点让我发现你是个笨蛋 真的 要不然真是嫁给你 吃早被你气死了 我这就去跟他坦白 哎哎哎 别别别别 大哥 你现在去呢 反而会适得其反 你还是先等他冷静一点再说吧 那现在 现在呢 我就先去替你解释一下 我跟你的关系 就当是还你之前送我去医院的人情了 但是你骗他这个事情还得你自己去说啊 解锁了 我不吃饭 不用叫我 沈小姐里有什么 宋小姐 我想和你聊一聊霍亭舟的事情 我跟霍先生不熟 不知道有什么可能 宋小姐 我想你可能是误会了 那你是认为霍亭舟他喜欢我对不对 我想想啊 我想想外界是怎么说的 说我们俩青梅竹马 五年前差一点就结婚了是不是 你难道传言不对吗 青梅竹马确实是没错 但是呢 他压根就不喜欢我 只是把我当妹妹 我也一样啊 那他坐你过来 他故意的 他就是想让你吃醋 我不信你看不出来他喜欢你啊 你也不用跟我说 这是你们俩之间的事情 我也看得出来 其实你还是挺喜欢他的 我只是不希望你们两个因为误会 就越走越远了 我们之间没什么东西 说起来我有一个霍亭舟的八卦 你想不想听 说八卦 你别看霍亭舟平时一副霸道总裁 说意不耳的样子 其实啊 他根本就没有谈过恋爱 是真的 他是个工作狂 母胎断身啊 看完某些人 怕我说过话 有点开心 现在就赶快走啦 行 我现在就下去 不过啊 我们要好好珍惜生命 像这种帅气 你不如今台湾 回单身的病毒 可不好找啦 嘿嘿 嗯 加油啊 呃 做你了 我有话想告诉你 难道 是要表白 那我们一起说吧 那我开始倒数了 三 二 一 我骗你 你说什么 啊骗了我 你怎么骗了我 我这辈子最讨厌别人骗我 我 你 如果是沈南希的事情 我可以原谅 不是沈南希的事 你还记得那天喝醉的事吗 该不会是那天 你其实是想给我图谋不轨 还诬陷我吧 你是喝醉了 不是死了 我做没做 你感觉不到 那是什么 那天 其实我就告诉过你 就让这鸭鱼圈都落下 啊 我怎么听不懂啊 我照顾不是婚约吗 你怎么这么笨 别敲了 再敲更笨了 我排行第二 霍家 所说的二少和二爷 不是我这次会员 是我 懂了 是你 那给我发短信的人 是我 晚上在我房间门口说话的人 说我跟你天作之和的人 说我跟你天作之和的人 也是我 我就说怎么弄的就叫 原来你才是二少 明白了 那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是你生病发烧那次 那就是两个月前啊 所以你早就知道了 这是什么 找我很好还是 我没有杀你 我就是没杀我 那你怎么不吃了 其实 我承認 剛開始不說 是覺得 這筆難 你不知道事情 也是好事 那後來 後來 再三天 我想告訴你 卻意外放了你鴿子 所謂 既然我是你名聲音聲的妻子 那你現在可以告訴我 明天到底去好 怎麼 我現在還是沒資格知道是嗎 我先生 四萬年 你別這樣 回答我 好 是沈南希剛回國 她對國內醫院不少 我就送她去醫院 沒想到回答我 所以我不僅被你忙在鼓裡 還一直是感情裡的被選項 你不是 我從沒喜歡過沈南希 我幫她 只是因為我們倆家是嗜酒 不信 你騙了我 你騙了我 把我當傻子一樣是嗎 你現在說的話 民主的一個字都不會寫 我承認是我的不對 但那天你喝醉了 我告訴過你真相 是你自己忘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 全都是我的錯 是 那就不用解釋了 而且你那天還借機朝我發啟氣 我聽說 你這樣人討厭 討厭 對 我討厭你 聊得怎麼樣了 我打算你先搬出去 聊得怎麼樣了 我打算你先搬出去住一段時間 這霍姐這騙你確實是他不對 我已經說過他了 但是他也是真心喜歡你 你知道他騙我這件事 他只是不知道要怎麼告訴你 就連沈小姐都知道 只有我 你聽我解釋 我這輩子都不想得見了 溫婷 溫婷 給我個幾十的機會 哎呀別追了 你先讓他冷靜一下嘛 可是 現在追上去只會讓他更討厭你 好吧 我做的 是不是真的很過分啊 廢話 你騙了人家那麼久 換作是我頭都給你打掉了 那我該怎麼辦 我也想知道怎麼辦啊 跟我又沒關係 你還是老老實實的追一批火葬場吧 我記得 你好像喜歡我車庫裡那輛 勞斯萊斯幻影 不是 不是 我瞧你見你都不肯了啊 幫我追黑碗景 送你 做吧 我呢 你不是非要好吃 主要是我這個人吧 比在助人為樂 別廢話了 你這既然要追人 你就得知道 人家在意的東西是什麼呀 這宋小姐最在意的是啥呀 賺錢 還彩禮 你也沒比那個送了 你們聰明到哪裡去啊 騙子 全都是騙子 男人就是大陸的行人 體育法的東西 哎 夠了 你別再喝了 你明天不上班了 你怎麼知道我怎麼知道我怎麼知道 陶小姐 網站 到了 最後回報 我會給貴公司一個 哎這不重要 重要的是 到底是誰欺負你了 害得你大半夜在這買醉 貨廳桌騙了我 他就是那個跟我結婚的霍兒少 他早就知道真香 還把我當猴耍 他才是那個霍兒少 那他才是你真正的老公咯 對 那不是好事嗎 比起那個花花公子 貨廷舟長得又帥 對你又好 你到底在介意什麼 因為他騙了我呀 而且不是一天兩天 是兩個月啊 可是你一開始 不也沒打算告訴他你的事 我呢 哎 那他有沒有想過要告訴你真相呢 他說他想過 但是 因為各種意外 沒有說出過 可能啊 就是時間越久越是不敢說了呢 也可能是把你生氣 嗯 換你 欺騙確實會讓人很難過 可是 遇到一個愛的人 真的很難很難的 你不要因為生氣 就錯過了對的人啊 不是我現在真的不知道 他的喜歡是真的還是假 那就先分開一段時間 等你看清內心了 再做決定呢 我相信他不會逼你的 嗯 不過晚寧 你家的人居然是霍亭舟 夏冉冉要是知道了 歸雞鼻子都要氣歪了 那是他最好 你 你憑什麼這麼好命 我居住是我的 霍总 婉宁今天没来上班 电话也打不通 我担心他出事了 你跟朋友去查 老大 我刚才去查了扫子上班路上的监控 没看见他 继续这么说 就算我把第三次 也要把人给我找出来 不管你在哪 我一定会找到你 干杯 别挣扎了 我反了 怎么又是你 你又在发什么疤 你害得我变成这样 下架也因为特殊的车夹车 你看我变得令我说 我就应该找你算账 冤有头战有处 又不是我害的 你找我做什么 又是你的错 要不是因为你最近 我早就应该是霍云珠的夫人了 要怎么换得到这个地步 我一分之道 才出了一场 你 瞧我 你 你 让开 于是你逼迫你 不让我加入我的 你能够来装什么 可怜 你还要不要你 闭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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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啊 我要是把你给你捆 啊 啊 那我 啊 啊 是我的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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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哼 你要再赶第一步 会就上了她 许儿姐 你家怎么样 我 我让你和她结婚 洗我 雪年 对 当初回家要娶的女人本来就是 我 是这个女的狡猾 她带起我 两个月 啊 啊 啊 说的对 他只不过是我货家 去每个装置品罢了 去他还是去你 没有去 那 你会给我 付付了应该你的一切吗 会 那你们先帮你的 你心疼不到 你喜欢上的我你已经出现人了 我没有 你让我家里出门去 一个故意上的问人 如果你想带他 我就去问你 好 我听你的 但你别后悲 我后面就说话算话 拜 你先放回他 小燕 你还在等什么 把他放了 我立刻娶你 你以为我什么招手 还怎么不娶我 小燕 到底想要是吗 我根据你 我要你们一截死 我要你们一截死 什么都没有了 都是你们看的 谁让人家进去 我忘记不了 是因为你和宋婉宁 为什么我都到这个地步 我要宋婉宁丢下了 快点 我 我还没事 你别怕 我 好 我先别你 什么不对 你别生气了 快点醒过来放我听说 只要你能醒过来 我就再不快也不要 我的 你可 你 别哭了 我心痛的 你醒了 原来 还想再睡一会 有一个笨蛋一直在哭 就把我给吵醒 你才算 我是不是吹到你的伤口了 让我看看 你刚才说不怪我了 真的 我不怪 来 叫上老公天天 叫上老公天天